现在媒体报道的所有数字 我觉得都有值得进一步合适的地方 首先这个总金额数 谁都不知道 刘强他的商业形象经营 一直都缺乏逻辑性 也不系统 如果要从他的商业价值来看 我觉得一二年之后 刘强的商业价值应该是大幅的缩水 关于刘强的很多信息 我们听到的是各种自相矛盾的发布 一会儿是这个赛前 说他完全无法参赛 一会儿是在这个赛后 有各种阴谋论 各种领导旨意 对他竞技生活的安排 我觉得刘强应该 他所留下的遗憾 应该给管理者一个极大的教训 我们必须要打开这条公共信息交流的一项大门 造了差不多的 嗯 感觉都有一支BME的